我们继续排在加勒比海那边 继续排地震 我们继续排地震 是在加勒比海那个Portolico那个地方 在1月7号早上3点24分 发生了6点世界地震 这个地方就是在美国本土的东南方向 发生了6点世界地震 我们看一下原因 天上好多飞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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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飞碟要降落下来 那个飞碟要降落下来 走个路地降落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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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一看 你看,从飞机上看,远远地看到一个小岛 然后,飞机就降下来了 也不知道是降到那个,反正斜在过去看到那个小岛 到底降到路地上还降到水上,地塌是无所谓 反正他已经看到岛了,也就是说,这个方位在哪里呢 发生地震的时候,方位在哪里 发生地震的时候,方位在哪里 假如说这是一个岛 看看在镜头里面 对 如果这是一个岛 然后飞机在这里 飞机在这里 反正无论哪个地方 如果这是一个岛 如果这是一个岛 飞机在这里 那么,从飞机看出去 看到这个岛的边缘的话 把飞机直接往那个地方去了 直接往那个地方去了 直接往那个地方去了 应该在这个岛的边缘 应该在这个岛的边缘 在这个岛的边缘 应该这个岛的边缘 只要是 那个方向 下去了 不像那个 飞机降落的时候 一定要降到机场 它一个大概位置在那边就可以了 好多飞碟 天上好多飞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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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 降下来 冲击了一下地 冲击了一下地 然后就地震 发生了 冲击了一下地 地震就发生了 冲击了一下地 地震就发生了 好 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再见 再见